你 谁啊 抬你家窗户 抬你家窗户 狐狗 上 抬你家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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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别跑 你还没说 为什么要躺我们家窗户呢 少爷 别追了 这个不知道 是从哪里来的疯老头 前几天乞讨时 被老爷狠骂了一顿 现在 报复我们呢 怪不得 四 三 二 一 零 少爷快躲开 不要 你放开我 我再不放开我就喊人了 不要走 你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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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完蛋了 丁丁家 他咋也配开茶楼 什么茶楼 就是个穷酸茶摊子 但不知用了什么秘方 每天他家的出茶时间一到 客人就全跑光了 跑光了吗 老爸 还有一个没走 真的还有一个 还是你懂茶呀 我一定 一定要给你办发 最佳顾客奖 我终于可以走了 多谢茫茫 小师爷 小师爷 我家茶水的味道如何 这个嘛 我一下子没尝出来 小师爷刚才渴得太厉害 把茶当水喝了 丁丁 我现在尝出 你家茶水的味道了 怎么叫 再来一杯 大家挺好了 喝一杯茶 赢取一个抽奖名额 百分百的中奖率 一等奖 送上金元宝 二等奖 牵走一头牛 三等奖 等着带猪头 要发财了 金元宝 我要两头牛 猪头 走 走 好多钱啊 能买好的鸡腿啊 抬你家窗户 抬你家窗户 小包抬了 金元宝 我这里面没有牛和金元宝的图案呢 你那里面有吗 我这里也没有 你那里面有吗 我这儿也没有 奇怪了 明白了 盘子里根本就没有一等奖和二等奖 我们上当了 你这个骗子 你这个骗骗子 误会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骗子 好 你们等着瞧吧 你们家的茶楼完蛋了 伙计 来杯茶 来嘞 大叔你的样子好面熟 让我想起了一位大叔叫 我是来自遥远的新疆 你知道吗 新疆 哪里的葡萄已经输了 习惯打有天 现在才夏天 葡萄和西瓜是同时熟的吗 师弟 我们那里的夏天太美了 葡萄等不到秋天就陶醉了 成熟了 哦 是这样啊 那您慢用 很好 不行 这么好的茶水我家是做不出来的 我得按照预定计划捣捣乱 小朋友 请问厕所往哪里走 汪姆 就是这个 我又要了 我又要啊要 又要到外婆桥 小薛 快去帮我拿点茶料 好嘞 茶料坛怎么倒了 老板 你这茶水怎么变味了 怎么会 好怪的味道 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捣乱啊 我想是的 但会是谁呢 刚才我进厨房时 装茶料的坛子翻倒了 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很不对劲 走吧走吧 奇怪 那位新疆大叔呢 好像去上厕所了 怎么会去那么久啊 是啊 而且茶钱还没给呢 也太喜欢占小便宜了 占小便宜 占小便宜 这一点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钱大叔 这下完了 客人全跑了 仅有的一滩茶料也被毁了 大叔别急 也许还有转机 老板 上一口茶喝吧 那我给您老换点别的吧 实不相瞒 我们的茶已经变味了 我天天在外面吃变味的东西 还怕我喝不了变味的茶水 少废话 上茶来 给您 不错 这茶虽然已含有糖盐 但苦涩中却又透着甜蜜 如果能再加上干菜 或许更会好些 有理 可大家会喜欢吗 思考思考 一切皆有可能 还有装给品味人士喝的茶 客官 请喝茶 这个茶怎么 这茶是品味人士喝的茶 您可能喝不惯 什么话 难道我看起来 不像一个有品味的文人吗 像 像 像 老板 这里再来一杯 老板 上一口茶喝吧 没问题 只要您老人家赏语 请上座 拿支笔来 拿支笔来 您这是 原来您就是江湖头号品茶大师 美味多 此茶淡雅清香 唯味悠长 堪称茶之极品 三味茶当之无愧呀 原来是世外高人呀 现在的 不 你 especial eno 宝兔 我 叔 股 咱咱咱 friendly 好